很多人整天抱怨自己很倒霉 为什么人家有我没有 为什么他能得到我没有得到啊 台长告诉大家一个预言的小故事 有一个工人向朋友抱怨 他说活是我们干的 受到表扬的却是组长 最后我们所有做的成果又变成经理的了 这样很不公平 这个朋友微笑的说 哎哎哎哎哎 你看看你的手表好吗 是不是你看手表的时候 你是不是先看短的几个时针啊 然后再看分针啊 可是运转最多的那是秒针啊 你却看也不看他一眼 听得懂吗 秒针工作 哗哗哗哗哗在做 做到后来 风针在走 对不对啊 风针走啊走啊走啊 最后才大的这个时针才走 但是你一看表总是先看十几点钟啊 多少分呢 会看几秒吗 现在知道了吧 这个告诉你们 感到不公平 说明你还没有付出努力做前者 抱怨是没有用的 人家做时钟 那是因为人家付出的很多 做太多的为自己所做的事情 到头来换取生活的一些备用之后 烟消云散 就是秒针 整天的为自己 哒哒哒哒哒哒在做 做了最后全部给别人了 所以人很多人就知道为自己 哒哒哒哒 拼命打工啊 挣钱啊 最后全部给人家去挣钱 所以要为众生 所以人呢 忙了半天呢 都是为别人忙的一辈子 我曾经听人家讲过 白 我曾经听人家的情侣 我曾经听人家的情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文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